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档案处理里面的读取 写录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你如果要把一整个字串写到档案里面 这个才是写录 你建立一个StringWrite的写录器 然后把路径扛给它 然后叫Write 就整个字串写进去再Close掉就好 那以现在电脑的记忆理来讲 你的文字 大 就是说这种字串可以放很大 如果大呢 你放个email的字串大概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档案处理你的文字档真的超级无敌大 否则的话应该这样做都可以通用 那文字档要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记忆体放不下的时候 你才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 那现在记忆体都多大 那记忆体都是好几句的 所以各位你这辈子写过最大的文字档 你猜可能可能不会超过一枚吧 可能不会超过一枚吧 可能不会超过一枚吧 所以其实那个是人写不出来的 正常人写不出来的 那所以这个方式是 在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用 那这个函数我就不再执行了 那各位可以自己去执行看看 他可以正确写度就是 用test to buy 那我这边的做法是先用test to buy 寫进去再用test to buy 这样才知道有没有写对 好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函数 再做一层封装 像我在封装一层叫fire的东西 然后呢 就摄入镜、载入、储存 这样子的函数写上去 当然他做出来的结果是类似的 可以可以在封装的各目见导向一点 像写成test by 这样的密面路径 还有纹饰 然后呢 你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载入然后列印 而且可以连续 因为load完之后 接着不应该 这个要怎么做到呢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技巧 就是你每一个函数 只要没有传为值 你就传为list 你传为list 你传为list 的话就是 file load完 它会传为什么 一样 传为这个file 那你就说file继续回应 OK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 无键导向机器 如果各位有人学过 像zQuery这样的一个 web的函式库的话 你会发现它都是 用这种方式在做 Galva Suite 非常大量的 仰拜这种 成为list的方式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封装方式 回封装的更好一点 OK 那剩下的呢 我们就开始看四床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怎么样做一个文字编辑器 OK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 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这里呢 我们会放一个rich s-box rich s-box 就是那个 文字框 但是它可以 其实是可以加上一些 超连结啊 颜色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 一般的编辑器 暂时不用加 就OK了 如果你想做的更漂亮 之后再理解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把这一个关掉 然后我重建一个新的专案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window form 然后这边呢 这个叫edit 好 那建立一个这个视窗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 有几个我们需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 rich s-box ok 把它拉一个进 但是 但是 你一定不会想要 两个 再给你几次张这么想 我再待会再出来 第二个是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menu 是一个menu的元件 那什么是menu的元件 所有 所有 menu street 这个东西 叫做menu連件 把你把它拉过来 它会变这个样子 那有很多同学 可能会习惯直接在这里输入中文 其实c-shop是可以接受 中文命名变数 或者是元件名称都可以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建议这样 一般不会希望你乘次码里面 变数名称直接用中文 所以 还是习惯上你会这样子做 就是变数还是不会用中文 然后呢 在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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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输入的时候 我会倾向于先用英文 这个是答案功能 答案功能 然后在这边呢 是ok 打开 然后呢 save 储存 ok 那 niu 建立心态 ok 这三个就够了 这边还可以放其他的 比如说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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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t 我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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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把這個拉扯 它還是沒有跟著啊 所以這是不對的方式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你應該設定這個 這個其實 剛剛那麼想 沒有關係,我們設定 不是設定Size 我們要設定一個東西叫Duck 這個Duck就是說 控制象要跟哪些容器做細節 那整個細節 就是我可以Duck在上面 那它就會在上半部 舉個例子這樣 它就會在上半部一直貼著上半部 我可以Duck在左邊 那它就一直貼著左半部 那你可以弄下,可以弄大 那Duck在下面,那個下半部 Duck在右邊,右半部 當然我們這個不需要Duck在上下中間 Duck在中間 就會填滿全部 那這時候就存一下 那看全部儲存 就這樣存起來 那我們這時候再來執行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OK 搬起來有一個樣子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打 我們可以打 但是我們存不起來 我們會有些功能 我們也開不了新檔 我們也沒有辦法創新的 或什麼都沒寫 所以現在我什麼都沒寫 但是我們不做一個可以打的東西 只是打的東西 存不起來 那現在我先跟各位講一下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呢 在這裡 其實你剛剛產生的時候 我們建立個MenuStrip 這個MenuStrip在這裡 而這個MenuStrip裡面 其實當你每按一個這個 在這裡輸入每按一個的時候 它就會多一個新的Menu Item 像這個叫New 這個叫Open 這個叫Save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三名 New Open和Save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想要它這上面顯示中文 但是我希望它的變數名稱是英文 是可以的 我們在這個 比如說Open這裡 我在它的Test上面 它的名稱還是叫Open to Wall Street Menu Item 但是在它的Test上面 我們把它改成開啟 開啟就檔 或者開啟就檔 開啟就檔 開啟就檔 這裡是變開啟就檔 OK 同樣的這邊如果你想要 變成儲存檔案 這樣就變儲存檔案 這樣就變儲存檔案 那這邊就是開心檔案 那這邊就是開心檔案 那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改 這裡是檔案 秀明 八二十 好 那米大蘭還可以再加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Hell 那這時候呢 這裡就會有一個 L的 剛剛已經有一個 現在又有一個 所以不太好 我們這個不要叫Hell 我們這個叫做 像 Hell 三條 先三條 再重來 這個叫做 User Guide User Guide User Guide 就是使用者的詞意 好 我們就一樣在這個 Test上面 擋 好 使用說 OK 好 那另外這個名字呢 Ritch Testbox的名字 既然只有一個 就不需要再加一了 那你的表單整個叫 縫外 也是可以改的 那縫外其實 用的叫縫外 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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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很 communication 你不要也可以 然後人生 那這樣 我們就做好戒面 我們先 把它全部給屈 然後 直行一次 感覺到 OK 我們的戒面 差不多做好了 也可以打 但是不能屈 That 個位先做到這裡 啊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 內部的功 那你現在就試試看 把這個戒面做出來 感谢您的观看